他准备过年什么东西 整个市场气氛就会不一样 所以每次到一月份的时候 总是开高走低的行情区多 那么所以刚刚明娟提高建林 把这个关键点点出来 就是告诉投资朋友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今年不是今年 明年会有圆月行情 你知道吗 好了可能年纪有一点 就特别容易感动 因为两位在市场够资深了 要讲丙种尾牙结账的人也不多了 对啊 因为丙种也不多了 然后又懂得丙种是尾牙结账的人也不多了 对啊 因为现在很多代操都乱乱结一头 投资朋友或许认为丙种这一部分 可能像过去 不像过去影响力那么大 所以以前是吗 鼠方分析师你们以前都是丙种尾牙结账 应该说以前的资券的工具没有这么完善 对 所以很多是需要靠丙种的一个资金 那因为丙种呢 如果是临时不是包月的话 一万块一天要到七块 那你想想看就立年一放 假设是十天 你叫多付多少钱 可是现在如同刚刚明娟讲的 这分成台面下的代操称之为法人 法人的部分已经都改成季节 对 那这个部分大概已经结掉 乱结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丙种的一个资金 那丙种的一个资金上面而言呢 也不会说硬性要客户里面来讲 在整个一个就立年前 你要去做结账 以前是被强迫结账 以前就是强迫尾压就得 强迫结账 现在比较没有这个现象 因为说实在的 会去跟你丙种调度资金的人 你愿意借的呢 持平而论了 历经了这几年的风风浪浪 它也不是单压单一的个股啦 也没有这样强迫的结账 但是我认为还是会有啦 因为太贵贵 对啊 一万块一天七块比较贵 但是已经没有像以前 这么的一个严重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除了丙种结账这个因素之外 就是就立年快要到了 大家在股票操作的心思 慢慢也会有收手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 其实也沿用十几年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节奏 对 但这样的节奏会随着 两位说的现市场的状况 越来越淡好 所以我们讲嘛 明军也是在主持节目 主持中非常资深的 所以它很关键点出来 明年2015年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元月份 好 那给你规划了 你怎么看呢 因为说真的对明天跟后天好像 明年后天就准备要收手了嘛 对不对 第一个明天这个摩胎只要结算 第二个那么有四天的廉价 投资朋友可以出去度假旅行玩 虽然说天气凉一点 那么以这个盘式来观察的话 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好 OK 大概在9380这附近 换句话说 这个线 其实我们在前两个礼拜也讲过 它会过去 但是它不会是这样子过去的 它会在这边震一震之后再过去的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这个震一震 就可能从明天开始 有个一两天的短证 这个短证要不要紧 其实不要紧 整个元月份的行情 其实我觉得 我是偏向于比较乐观一点 这个乐观就是说 元月份 元月份会比较乐观一点 那么2月4号才是尾压 那么换句话说 2月4号之前 你就可以安心地在这边 其实可以做点多头了 好 然后2月4号尾压之后 那么是不是没有行情呢 也不会 农历年后还可能有一段行情 所以基本上 往后这一段时间的行情 它其实是蛮可爱的 可是在这可爱的过程里面 我必须要观众朋友提到 量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如果这个量不能扩增 这个高点 它不见得会 在第一季里面有效突破 如果量能够增加 那么当然这就OK了 那么如果要突破 9593就代表 这个下降趋势线 它会在元月份里面 正式突破 所以今天指数 我们看到了 最高来了9300多点 对不对 那是一个蛮可爱的数字 航行拉回来幅度升不升 那不会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管是月线也好 开始往下面扣 距线也好 开始往下面 距线开始往下面扣 都代表 月距线 它同步是回升的 唯一对这个盘式来讲 有一点点小妨碍的是 半连线 但是我觉得 它不至于成为航行 在元月份上工的干扰 投资朋友好好把握 2015年的元月行情 红包应该可以拿得到 而且用可爱形容 郭董事长 代表心情不错 心情是不错 但是元月行情会有 要买什么股票 那么待会儿 蜀方会告诉大家 好了 那请坐 非常谢谢我们的新闻王 那我们也拜托 蜀方分析师 就帮我们 也不用太久 也不用太远 当然在非凡商的周刊当中 它已经早就领先 跟大家做一些表达跟阐述 但是我们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就元旦红盘 尾牙封关 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的 第一季里面来讲 到一月二月都值得期待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就在这个节目讲过 我对于目前的行情 12月份 我认为就是一个稳中求胜 金金涨 现在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会涨到九千三 就是涨给你看 但是元月份跟所谓的二月份里面 我认为是在明年四季之中 对台北股市而言 最少利空的一季 所以既然是如此 我认为 如果要拼财富的话 大概就从现在的十二月份 衔接到一月份跟二月份 应该是台北股市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直接跟大家讲 我认为 封关的一个指数 其实我在周刊里面来讲 是礼拜三结稿 礼拜五出来的时候 那我个人认为 我画的线就直接从九二五一往上画了 所以我觉得整个一个封关 在这一次礼拜三的封关 它应该是在九千三百点 正负五十点左右 做一个封关 那我会说 今天不是已经来了九三一三 其实因为今天是最好拉的一个时间点 明后天会比较难 为什么明后天会比较难 因为太接近长假消息 因为我们这一次里面 有一些四天的一个假期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今天我们来看OTC的上影线 OTC OTC 上柜 你看 把他放大 因为他在上影线很长 为什么上影线 很简单 为什么 拿钱新年出国玩的人 今天要卖 你要了解我意思吗 四天 已经很久没有四天假了 很多人要换现金 要在新年前拿到钱的人 今天要卖 今天要卖 礼拜三才有钱 否则大家都过完年再来拿钱 那第二件事情 今天外资里面大买百亿 可是你仔细看内容 蛮好玩的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几名 一加呢 大概就加光光了 第一名就已经占了 我们来看前十名 再看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 那很好玩 那个章数真的就小得不像话 那我们再看卖超更好玩 卖超是完全没有卖 到了第六名就只剩988张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外资看起来 哇 一百亿好新人哦 但事实上他是买 台积电啊 前面这几档股票里面 台积电又将近三十人 我们有买卖的柱状图 对 看一眼就可以知道 有长短脚 对 也就是说今天是外资没有卖 这个来 有没有看到外资没有卖 而造就出来变成买一百亿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样子就是我认为第一季会看到哪里 我觉得第一季呢会过9593 也就是说他会像9600到之前里面我们的马总统不是有个9800多点的那个高点吗 他会去挑战 9859 他会去挑战 那这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资金里面像今天欧洲股市又动荡 那美元股市又会强了嘛 因为又是希腊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那美股如果能够续债高档 而且美股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他是最有资格美元站在高档的 那既然是如此 他就会有利于我们在之前谈到 上个礼拜一谈到 现在大家都在讲叫隐形财富 连资今天的外资也在说 那个美元不断的升值 台币不断的贬值 那企业的获利物就会变多少 这个就是有相当大注意 不然的话美国股市涨这么多 已经连涨6年 他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压力 那也因为如此呢 在第一季 我觉得呢 在整个一个目前看起来 费的最不会升级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在第一季 第一件事情 年报3月31号才公布嘛 第二件事情 第一季金融市场的变化较小 也就是美元它会续强 第三件事情 外资期限或同步做多 你有看过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外资的期货的多单 这个数字会组空吗 一万两千口以上 一定是组多 它在这种情况之中 你认为它有一万四千口 然后在期货结算之前 它会不跟你杀下去哦 不是把自己杀的头断脚断 所以这个是准备跨年准备啊 这个一定是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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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八口 而且你要知道我先跟他讲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他这个很有机会是跨年 除非有什么重大的国际金融变数 因为呢 以往而言 他从耶旦节之后到新里年 一路在期货 他顶多现货做多多 期货都是一路避险空单 选择前也是一路避险空单 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子 一直买一直买 完全不避险的 因为他有参与扬升计划 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这种泰式是进行之中 外私在期货同步做多 没有金融市场的改变 那我就到结算之前是OK的 第二件事情 季线已经确定翻扬向上 过来月KD呢 它即将止跌翻扬向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啦 台北股市的第一季 应该是投资朋友要把握的 但是买什么 我还是告诉大家百花其放 大家不用单练一字花 也不用说我一定要做这个 我一定要做那个 不用 这一台北股市跟去年台北股市 也不一样 它其实呢 就是轮动的格局不会改变 所以隐形的翅膀将进行 扬升计划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第一季里面大家还是好好把握 而且可能是明年2015年 最好赚的一季 这个话就不要再加上去了 反正第一季看 我们再看第二季 对啊 慢慢再看嘛 对不对 好 那主要你是非凡商业周刊的读者 2015年到底怎么看 我们会照往年把台股占万点 包括了炫哥还有昆喜大哥 会跟大家从半年度的一些角度 跟大家好好来做研究 主要你是非凡商业周刊的读者 就拥有这两堂课 你必须要上 我们马上回来 主要是非凡商业周刊的读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 全金属一体成型 品味绝对 Samsung Galaxy A 一切在此终结 让你走得更远 从早让你成为先驱 Citizen 幸福是吃出来的 吃要有一个好口腔 我用云南白药牙膏 配合正确刷牙习惯 能帮助减少牙龈出血发生率 好口腔 吃出幸福感 云南白药益生菌牙膏 全新上市 刷刷益生菌 健康好清新 超人好亮 手一指什么都 我们家的冰箱更厉害哦 有富气度C 冷冻绝招 食物不会冰得硬邦邦 哇 好酷的超人冰箱 三菱电机 用聪明科技 把家变得更舒服 明知明信电机 三菱电机梦想家电节 买指定冰箱送真锅 买指定小家电送礼券 好回到节目现场 的确呢 这个问题就让郭董来回答好了 怎么这样子呢 这个鸿海的股价 股民这么多 然后呢也为郭董很开心 他的iPhone6 在2014年 真的是最漂亮的一只手机嘛 对不对 坏处就是 他有一个太好的业绩 在第四季出现 目前外资 在最新的一些报告里面提到 今天外资还继续买 明年 后年 它不是光明年啊 20152016 鸿海的成长率 可能是0%到5% 甚至更低 那么这种说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今年的机器拉得很高 第二个 苹果 它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高原期 所以从这边来讲的话 至于我们郭董说 我其实还有什么机器人 还有四季 还有一大堆的事业 那么在外资的眼里 这些对明年的鸿海贡献度不高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说法 是不是到明年后年 确实会如外资所言 但是外资啊 刚刚明年点了个重点 就是在卖 所以这也造成了鸿海的压力很重 另外一个我们要谈到 这个时间点啊 本来就不是看财报的日子 也不是看营兽日子 也不是比谁的获利高 外资已经卖一大重了 对啊 看来没有停过的卖马 对不对 所以最主要是财报空窗期 我们看今天鸿海 整个集团的股票 越小的股票越凶 你看那个台阳 今天台阳闹到掌听办 两根掌听 你看台阳的K线图 哇 五告税了 看到没有 创高 上来了 因为它机器比较低 4G 4G 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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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涨的股票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DRM在涨 面板在涨 网通在涨 生计也在涨 对不对 这些股票叫中小型股票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我前两天曾经说过的一只股票 3664的安瑞 把时间拉到一年 我为什么要拉到一年呢 这家公司亏得个钥匙 也不赚钱 它可是 看到没有 这是 这是12月 1月 对不对 一个亏钱的公司 可以这种掌法 OK 我们把它删掉 再看 3163的波罗威 波罗威 今年的业绩是 一季比一季烂 一季比一季 EPS低 可是你看 从1月1号开始 它就能涨 这么多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来到了现在这一个 所谓财报空洞期的时间点 有梦最美 谁有梦 我想飞外商业周刊 最近几期 我们不断地再提出来 有梦的族群 什么物联网等等 一大堆的 对不对 这些股票在最近 都是活蹦乱跳 所以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会觉得 红海业绩这么好 为什么我买它 它就是不涨 外资是拿一根金不对 天天要去卖 因为这一段时间 大盘的成交量 确实是不多 六七百亿 七八百亿 最好最好的情况是这样 好容易摸到一千亿 大概也只有那么 一次两次 很少